受邀到奥地利进行正式访问的李显龙总理 今天同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会面 这也是李总理第一次到维也纳访问 两国政府今天也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 拓展两国在数码和资讯与通信科技方面的合作 两名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备忘录涵盖两国在信息交换和数码经济最佳作业方式领域的合作 库尔茨今年8月到我国访问 两名领导人都同意新加坡和奥地利能携手创造更多新的合作领域 两国在艺术教育和研究方面已经有合作项目 李总理过后也出席了奥地利商业领袖举办的晚宴 去年在欧盟成员国里奥地利是我国第13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11亿5000万元 我来自女保随地领导人都在什么都在 复权小伙伴